美国海军日前宣布,美国和法国海军日于当地时间15日,在中东地区的鸿海海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航母军演。 美法海军分别出动了斯坦尼斯号和戴高勒号核动力航母。 此外还有多艘宙斯顿巡洋舰驱逐舰和法军的地平线及驱逐舰参加演习。 在此期间,美法航母组成了联合航母战斗群,出动了上百架个型舰载机,在鸿海周边上空,进行了大规模空中作战和加油训练,与此同时还进行了舰队综合防空演习等专案。 俄专家对此表示,美法核动力航母,在中东大张旗鼓的军演,主要是在威慑其遍布全世界的潜在对手。 而俄罗斯和另一个新兴强国,则是头号目标。 报道称,美国海军斯坦尼斯号航母,是尼米兹级航母的7号舰。 该航母于1995年服役。 在当时的建造费用,就高达150亿美元。 号称是最昂贵的尼米兹级航母。 在服役以来的20多年期间,斯坦尼斯号航母,参加了美军多次海外军事行动。 比如说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等,还多次在亚太海域,进行所谓的自由巡航行动。 以展示美军强大的海上力量。 该航母的排水量为10.2万吨。 额定舰员为5000人。 能够携带超过80架各种舰载机。 最高航速超过30节。 目前部署在中东地区。 隶属美军第7舰队。 法国的戴高乐号,是该国唯一一艘航母。 也是全世界除了美军之外的唯一一艘核动力航母。 同时还是法国海军第10艘航母。 据悉该航母的满载排水量,只有4.2万吨。 只有辽宁舰的三分之二。 但是却有助完善的海上作战能力。 能够搭载40架各种舰载机。 包括24架阵风M舰载战斗机。 该航母配备了两台核潜艇使用的K-15核反应堆。 这使其饱受动力不足的困扰。 最高航速只有27节。 而且经常无法达标。 这使得戴高乐号航母的战斗力,受到了不小影响。 据悉, 法国海军近期宣布派遣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前往亚太地区进行自由巡航。 而中东只是法国航母的第一站。 而结束了和美国航母的联合军演之后。 未来一段时间内, 戴高乐号将继续向东方航行, 以在亚太地区展示法国的海上实力。 但是军事专家表示, 戴高乐号虽然是一艘核动力航母, 但是其技术上并不成熟。 综合战斗力也不突出。 因此, 威慑力也略有不足。 只有斯坦尼斯号这样的大型核动力航母, 才是真正值得警惕的危险对手。